中国出现一个非常怪的事情是 汤晓鸥 你说他是一个天才 非常聪明的人 桑汤的这个所谓的 桑汤科技的这个创办人 对 神秘死亡 就他才五十 他好像才五十五岁 才五十五岁 正直壮年 怪的是 中国现在怎么一天到晚 都有那种神秘死亡事件 对没错 事实上这位汤晓鸥 在这个十六号的时候 他们桑汤科技 他是中国的一家非常重要的 AI的这个公司 那AI的龙头公司 就没想到他们就发一个公告 就说他们的创办人 这个汤晓鸥 在十五号的晚上 十一点四十五分就过世了 那过世来说的话 说是因病救治无效 然后享受是55岁的这个岁数 大家听得有点傻眼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他是中国AI里面来说 数一数二的 他之前在美国的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念书 然后后来又到这个 香港大学去教这个 教这个AI相关的 然后后来又去微软 哇他的资历非常好 所以他回到中国 去设立了这个商汤科技 那商汤科技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AI人脸辨识的 我们当时上 目前为止 美国不是在制裁 说你们中国 把这个人脸辨识 拿去当着 你们在这个 包括说维稳的这个状况 还有这个维吾尔组 相关的 都是用商汤的产品 就没有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说 他居然就过世了 突然间过世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事实上 目前为止 有很多美国的放空机构 就说 你目前这家公司 是在虚报营收 虚报营收 对 但是因为他老少 就被美国列入所谓的 他要管制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司 那这个 他过世的时候 就很多 这个中国民众都说 那怎么回事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很多中国的 这个AI的高层死亡 我们都讲这个 汤晓鸥之外 只有他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吗 还有一个这个解放军的 在专门弄这个 兵器推演的 对 也在这个路上 车祸 那这个也是突然病死吗 到底是什么死的 甚至很多中国网友都说什么 是美国搞的一大堆之类的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商商的股价 出现一个重挫的这个局面 显见了 中国的AI的公司呢 恐怕会受到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冲击 所以他的死真的有问号 当然有冲击 好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 也是登上了中国的热搜 那就是胡锡进 那胡锡进呢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6月26号的时候不是说 他要开始炒股票吗 那目前为止来说 到目前为止 他就公布他最新的这个账户 他一共买了47万人民币 左右的这个股票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大概亏了大概4.2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 他亏了大概约莫10% 就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中国股市没有春天 所以他居然在 连他都叫 他居然在公开场合说 中国A股没有春天 因为他赔了非常多钱 他说现在股市是深冬 然后很多人不敢相信 A股还会有下一个春天 他想说老胡的小命 就已经交给A股了 你可不能没完没了的跌 哪天真的把老胡逼着跳楼 对 那他是说他没有 他没有跳楼 但是他说到一个人故事 他说他跟一个教授 也会碰到面 然后教授跟他说了 他之前有80万人民币投入了 就80万人民币投入到现在为止 只剩下20万 然后他就说了 我根本就不想想那么多了 我就把这个80万当成 我从来没有赚过钱 所以你可见了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股市 真的是相当相当是低迷 协金牌特别跑到了上海 特别停了三天 还特别跑到了上海的期货交易所 我这么在乎经济 总要给我点面子吧 没有想到 整个上海股市一下子狂跌 大量的狂跌跌破了3000点 不用讲 香港股市现在跟台湾黄金交叉 现在却输了台湾1000多点 但是它是终点吗 没有 因为刚刚讲的 全世界都认为 中国经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而这个恶性循环 就有一个 现在在中国非常火红的老蛮频道 上面讲上海可以有多惨 金融遗死有闲烧纸 真的这么惨吗 是 我们都知道上海其实就是金融中心 它为什么敢下断这个金融遗死 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外资都跑光光了 你知道外资就是这样 它钱在哪里 它人在哪里 其实它的经济发展就在哪里 现在外资都撤了 撤了钱 人炒了 钱当然也撤了 你知道撤了就代表什么吗 空污率 尤其是办公大楼的空污率 全部就会跟着都空了 所以讲 以前如果什么 花旗银行 这个摩根斯丹利 这个贝莱德 一来 我要么就租整栋 要么我就租整栋 要么就租半栋 我可以把整个金融 这个最怕臭了 我一定要最好的地段 最豪华的装备 可是如果他们跑了 就代表最好地段 最豪华的装备 最漂亮的大楼 没人租了 然后你要知道 当这些金字塔顶端的这部分 都撤了之后 他们会出现什么状况 他们就会开始下降 他们一旦开始价格下降的话 你说会不会 波及到中间这个部分 当然会 会不会往下波及 所以层层层层层波及的情况之下 就造就了目前为止 整个上海他们的空污率 不管是办公大楼空污率 或是一些豪华住宅的一个空污率 竟然有高达21% 这代表每五间就有一间是空的 所以当你房子空的情况之下 价格就撑不住 价格撑不住的情况之下 就会开始往下崩 如果价格往下崩 很多房贷族一些族 还有包括以前在那边 有一些白领 然后那个金融圈的人 现在完全都扛不起来了 难怪就影响到消费了 就全面就会进一步 影响到消费 所以你现在看到 包括中高低低的商圈 全部都是 你现在看到是上海的一个 他们的火车站 一样都没了 然后来到一个 比较中高阶的这个部分 像是徐汇区 你有没有看到 也几乎都是门可罗雀 有的地方是有开张 但有的地方 根本就是连锁地 还可以打羽毛球了 太空鬼 不要打羽毛球 这里来踢足球都可以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这里有的是还有人 这更多的地方 你拍下去 全部的商店都关起来了 这很可怕的是 你一层一层开始关 可能一开始是那种奢侈品 后来你没有发现 是竟然连一些 比较高档的那一种 就是那种仓势 也都开始关 你看这些 甚至原本只是卖手机 卖什么的 整片 整片 全部都熄灯了 所以上海的 这个所谓的金融伊斯 它所冲击的 不会只有金融业 是方方面面 而且你长期 你保实话 你长期保这个 所谓的这个产业 你说最可怕的是 现在这样的一个萧条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 库存力的一个提高 台湾也吓到了 是 台湾也吓到 尤其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传统产业 我们都知道 包括台泥 还有台素这些 不管是水泥厂 或者是在中国这个部分 其实当年 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 起飞了2008年 哇 那个大家 是赚了盆满钵满 那个台泥那时候 光是获利有高达九成 全部都从中国来的 就你知道现在情况 是什么 遇到什么事情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毁了 而且他们的整个 铁工机就基础建设 也都熄火 这些全部原本都是支撑着 这些水泥业 塑化业的一个刚性需求 现在这些刚性需求 都没了 没了 我跟你说 事情很大 竟然连我们财作集团 总裁王文渊都直接说了 这个景气有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为什么会 连他都看不 都看不 而且你知道吗 他看不情况之下 他现在有一些数字 包括华夏的副董 林汉福 其实林汉福 原本也是台所所退休 然后后来才去华夏的 现在这代表着 他们说 因为中国这个部分需求不好 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产能过剩 所以他就会 我产能就已经这么多 我需求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中国厂 很多的产品 就要消价竞争 往外开始 请销 或者是就开始 把整个市场价格打乱 所以你现在最新的 亚洲的PVC价格 以前我在跑硕华新闻的时候 什么九百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最好的时候 美工队一千三都有 现在呢 竟然不到八百块美金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这个 腰斩了 腰斩 你看这事情 这影响就有多么严重 然后还有包括是什么 你刚刚我提到的是水 你不要讲说 硕华业可能只有PVC 建材 没有 硕华业是方方面面 你的衣服 你可能是聚脂纤维 所以硕华业 它其实是所有经济的 一个火车头 当硕华业开始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就代表这个市场出现了大麻烦 那刚刚讲的是硕华 水泥业更是夸张 你知道台泥 我刚刚提到 以前大概有七八成的 那个 获利啊 都是从这边来 而且以前中国厂 占他们整体的台泥的营收 应该贡献到七成 你知道吗 这最新的今年 它竟然从那个营收贡献度 竟然掉到25% 为什么会从七成掉到25% 因为没得没出去 所以 他们现在 中国的水泥的状况 光是今年的上半年 据说有50几家水泥厂得打 而且展望2024年 光是一个河北省 他们呢 他们都要说什么 他们河北省里面的水泥厂 明年至少会有一半 大概有200天不用开工 365天 200天不用开工 你200天不用开工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着完全没有需求 其实厂关起来了 还比较省钱 总裁 中国的经济真的有那么差吗 整个上海到底真的有那么糟吗 像刚刚讲一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上海证据连三千都保不住了 不止上海问题 这个是全球经济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这是事实 因为事实很简单 就是现在所有的 经过这几年疫情之后的生产力来讲的话下滑 整个生产力现在下滑是事实 事实上下滑就变成存货就会过多 存货过多变成什么情况发生 它会全世界倾销 全世界倾销 全世界就抗议 这整个恶性循环 不是只有中国恶性循环 全世界都要施压力 是什么压力 要逼迫中国 中国改变它的成长模式 它过去什么成长模式 是过去十年干什么东西 就是GDP导向 什么GDP导向 就是生产 生产 然后还有做基建 对不对 大量生产 大量基础建设 然后一带一路 出外面就要撒钱 搞成这种扩张型的经济 然后花了 就是所谓的 创造了很多 用这种GDP跟机械 创造出来的GDP 现在全世界都不接受 你这样搞不行 这样搞的话 变成要请销产品 到我们的其他国家来 对 要求中国改变它的成长模式 什么成长模式 变成从这种生产模式 改变成消费模式 所以你要扩大 你要开放你中国本身的市场 开放市场 等于是开放市场 然后包括个人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开始 因为它要变成消费模式的话 就高度透明化 高度透明化 银行也金融透明化 那对民营界部分来讲的话 就变成雪上加霜 民营界就变得非常惨 它光是今年 它个人违约 个人信用违约 个人从570万人 今年暴升到854万 300万人 那占多少你知道吗 占全国劳动力的1% 这很可怕 那你这个怎么去 怎么去 这就变得很粗糙嘛 对 因为突然间一个政策改变过来的话 就开始就是收缩嘛 一收缩很多 我过去十年 都是去银行借钱买房子 然后借钱消费 借钱买车 在突然间一搞的话 我是收入不足嘛 对 然后开始资金就收缩 收缩被搞得被 我就变黑名单了 另外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开发商嘛 开发商现在解决没有 现在恒大要干嘛 恒大修破产 破产 玩不下去啦 所以这个就是百病齐发 然后一直在调整调整 然后这种调整情况之下 那今年的成长率 IMF估计的时候就5.4 因为估计5.4 现在确定下修到4.6 不要开在4.6 0.8 非常恐怖的数字出来 不要今年就是 现在你看了习近平会那么紧张 而习近平甚至于到美国 去委屈求全 都是因为这些经济的不顺利 而产生的窘境的压力 必须要对内对外 都要做大量大量的妥协 跟这个让步的工作 人家讲到 银行的信用 其实跟皇后的争吵 是不可以被怀疑的 当你的银行的信用被怀疑 你就会有挤退 你就会有金融风暴 之前我们讲到 中国大陆有一个在广东 他说 我存了一千万的人民币 到最后 我居然被挪佑 挪佑只剩下六毛 然后他告诉无门 那你讲说那是单一事件吗 今天有个新的 大概什么 六千万的人币 和2.6亿的台币 2.6亿的台币 去存到了 而且是招商银行 是中国第六大银行 存到这里面 竟然只剩下25万 2.6亿 只剩下2.20 25万 然后也是 告求告无门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就讲 中国的银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现在轮到招商银行都出事 招商银行我先跟他讲 他的江湖地位 江湖在中国有四大银行 工农交建 但是他大概是第五或是第六大 然后他是最早最早民营化 而且大家都说 他的业务能力或是获利 都相当好一家公司 获利很好 如果你是用获利来说 他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而且我们先讲 他目前的市值 大概折二七台币 是3.7兆台币 这么大的公司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偷人家的钱 把人家从2.6亿的台币 偷到剩下25万 你能够想象吗 3.7兆台币的市值 你连2.6亿的钱 都要挪用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一个湖北操作公司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中国上市公司 对 你连上市公司的钱 你都敢骗 所以他必须要发 他发出来就说 我们关于部分银行存款 被转化为风险提示性的公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原本存了 约某是折合新台币 在2.6兆 中国招商银行的南京城 南京城的城北分行 结果没想到 花进去之后 没想到 他这个钱 我是存在我的账户里面 结果没想到银行跟你说 他已经被划入 所谓保证金的存款账户 保证金存款账户是什么 意思呢 我把它挪用到 因为什么 我工商银行 我跟北控公司 还有这个南京的这个 农园的这个惠能公司 我在这两家公司 我有欠他们的钱 所以我保证 我必须要拿出一些保证金去 保证他们的票 是可以挤兑的 是可以兑换的 所以我就把你的钱 挪到这两家公司去 那这两家公司 如果你照理说 如果你这两家公司 是跟湖北的这个操作公司 有往来的话 那我还可以接受说 好吧 你就把我们的钱挪去 还给他们的钱 OK 但是后来 湖北的操作就说 这两家公司 我们一点过去都没有 一点过去都没有 所以就说 那是银行 你自己挪用的钱 到那个地方去 那你说 因为你银行已经现金短缺 所以你再搞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被人家说 你到底是怎么 你出什么事 你银行真的是没有钱 可以去承诺 你承诺人家的钱 你应该给他们的钱 怎么会跟我们 公司存金的钱 是有关系的呢 我给你2.6亿 你给我换了账户 换了账户以后 你再放贷给别人 放贷给别人 别人还不了钱 银行就跟我捣账 对 所以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他们就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要说只有这件事 莫名其妙 没有 那最近一段时间 你知道 中国很多 尤其是乡镇 乡镇地方 很多民众在抗议 维权 为什么你看 你说那不是单一事件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 从网路上 或是最近发生 因为现在很多讯息 都被屏蔽起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等了600多天 很多中国在前一阵子 很多村镇银行 不是都暴雷吗 暴雷的时候他们就说 我们要钱啊 我们要 我们这个银联卡 完全都领不出钱来 然后他们就 譬如说很多时候 会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去 去这个 要求说他们要还钱 那你看 其实不只是河南 连安徽啦 很多地方 很多村镇银行 都是这个样的局面 他们都上到高速公路上面去 抗议 但问题是这些都没有办法 人家都没有办法还你钱 那甚至还有一个账户 就是说 一个大连的出户 600天都领不出来 600天 对 600天 然后他就自己是 剪菜业过日子 那甚至还有一个 烧心的出户是说 我母亲得了癌症 那我的银行被冻结啦 我没办法拿钱出来治疗 所以 我母亲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所以那些 我钱存在大连 对 600天都拿不回来 我的钱存在大连 结果我每天要剪菜业过日子 对 所以那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概涉及的规模有 上百亿台币以上 这钱都完全动不出来 刚刚讲到 你割韭菜 对 割一般老百姓韭菜是一种事 你如果觉得割到 上市上柜公司 对 上市公司的韭菜 你都敢割 对 就代表你的金融 有多大问题了 对 你可以试想吗 我们台湾的大银行 然后去跟上市公司 拿钱来 这个 说我们现在欠钱 把你的账户拿来挪用 这真正完全不能想象 可见他们的金融状况 比大家想象更加严重 好 那除了金融状况严重之外 还有个什么 地方在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网络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医院 这是在 约目是在河南的这个医院 里面来说话 这个一个叫如舟式的这个医院 这个是妇幼医院 就妇幼医院 你看他们在抗议 为什么 医生就说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钱了 结果他们去跟这个地方的卫健委 去抗议 然后卫健委说 我们也没钱 所以没办法 这个拉倒 这个太无赖了 你今天欠医生跟护士的工资 就卫健委就是你的 有些是他的卫生局 我去跟卫健委讲 你要给我钱 虽然就两个字 没钱 没钱 而且他说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这件事情就 在网路上大家讨论 这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他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家医院 其实长期就已经 已经就是被列为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他 过去一段时间 营运就不加 就没有营运不加 他最近还跟人家买设备 他最近还买了300万的设备 所以就说你看 中国连医院都这个样子 好 除了监医院之外 还有另外一家医院也是一样 这叫湖南的康雅医院 康雅医院 他们也算是当地一个 非常好的医院 就没有营运 我看了这个康雅医院的介绍 他现在看起来有模有样 就没想到 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营运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要被 益阳市的中心医院 把我们接管 接管 你看这么大一个 然后就完全的员工就解聘 解聘的时候 那你解聘可以 你要清算我的劳资 你要把我欠的钱还我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反正我们就直接办 你们欠钱就一笔勾销 就没有 就接收就接收了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就收到这个通知 他们已经700多天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等我们的钱 就完全都没有 好 那你要说只有这两家医院 没有 你看这个江西的这个教师 也是一样 欠薪水 另外一个 厦门的这个地方 工业区 工人说 你已经欠薪我三个月了 另外还有 三西的这个煤 这个所谓煤焦的这个集团里面 也是一样 抗议啊 所以那四个千五过去为止 中国到处都是欠薪啊 然后没办法营运下去的 连 医院都营运不下去 然后连这个 连招商银行都要扣上市公司 2.6亿 我是一个3.7兆的市值 我居然挑2.6亿 你可见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 好 不是 现在中国经济有这么差吗 我们知道 经济差的最后征兆就是 你发生金融风暴了 对 而且中国可怕是 大家都没钱 那没钱怎么办 拿东西出来卖嘛 现在是房子都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 房子卖不掉 企业倒不了 所以经济学人说什么 最可怕不是雷曼时刻 而是天天都是雷曼时刻 这才是更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刚才看到了 是广州跟照商银行都出事 那都是中国一线的地方 现在更可怕的是 广州这样的地方 本来房价跌很少了 现在很多人没钱嘛 没钱怎么办 因为都缴不出钱了 只好把房子开始卖掉嘛 卖掉才有钱 不然地方政府怎么有钱 所以现在是保利地产 本来九月一平还可以 保利地产 是中国 保利集团的 对 军方的 有军方色彩的 而且是太子党的 这件事情可怕不是叠价 而可怕的是 当这些价格一开出来之后 民众马上来抗议 抗议之后 地方政府说 那不要卖了 因为怕丢脸 怕会产生社会暴动 结果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就变成 钱就拿不回来 所以大家都死撑在那里 双方就陷入一种 胶着的状态 所以你说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 就变成一个死钱了 现在中国房地产 你刚刚讲的 我就是卖不掉 卖不掉了以后 我地方给我没有税收 这变成了一个 无法处理的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今天建商 我就干嘛 我要折价 折价以后 我就要折价办 可是我已经买 你的房子的人 我已经买了你的房子以后 我就眼神是看到 我的房子腰窄 所以这些有房子的人 就抗议了 当然抗议有多大 我们看到那个折价 金融时报 有去算一个数字 刚才看到 折价是50% 惠州是广东 再来是武汉 这就是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 中国整个房地产 总额是有300兆 金额这么多 如果跌20%而已 就是数值兆 你就把30兆除以 20是60兆 等于全民的资产 都会跌到60兆 这是多可怕的资产减损 这一二线城市 全部往下跌 所以为什么 交易量完全停滞 没有人要买 因为你不跌价卖不掉 你跌了 人民都抗议 多可怕的资产损失 300兆到400兆 跌50% 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跌50% 就代表我现在 已经买房子的人 我的身价就少了50%了 你房贷还要继续缴 你是负资产 你要缴一辈子 你根本没有办法 填那个洞 对哦 如果我还要再卖的话 搞不好 连我的贷款都付不起 对不起 招商营行会通知你 你还是要把那笔钱补足 所以你刚才 亏了那500多万 还是你的账 这是可怕的负资产 你是一辈子还不完 但是对房地产业者来讲 一个雷一个雷爆 你不卖 雷会继续爆完 所以最惨的是 房子没能盖 没能盖就没有消费 就业率就散不来 你说台湾也受到影响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钢期有23家 上市公司13家都赔钱 中钢祭出了15年来的库藏股 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 因为都在赔钱 没有办法 中国把钢铁卖到全 因为房地产没能盖啊 没有我们能盖 水泥没有要 干涤没有要 就业率就散不来 没有人买房子 所以中钢就惨 非常的惨 因为我们的中钢 我们就是很多 以东南亚 以亚洲为市场 现在中国 根本没有在盖房子 我生产那么多钢 我就低下请销 低下请销 就冲击到我们中钢了 对 他们是赔钱卖 所以中钢也没有办法 外销的部分都在赔钱 所以现在也赔钱 15年来第一次用库藏股 上一次是金融大海啸 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 那连中国的进口也受到影响 中国进口 现在习近平开了进博会 这是习近平创造一个 万国来潮的景象 就是所有国家 进口博览会 来买中国东西 结果出现什么状况 变成小额金 小额重要 没有台商愿意去摆他 因为都没有成交量 没有台商要进去 台商本来参展的加速 少了81盘 欧盟也没有难得要参加 为什么没有难得参加 因为我摆摊之后 没有成交 变成一场政治大拜拜 所以董事长 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是 李克强大家为什么这样怀念 就是因为大家对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经济 还有一点一点的期盼 如果李克强没了 这个期盼真的没了吗 保健你要知道 李克强那个十年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最后的十年的光辉岁月 而且那最后的十年当中 有好几年碰到疫情 然后碰到所谓的反贪腐 已经有很大的挫折 让李克强的发挥的空间 已经在缩小中 但是他也面对问题 有承认着中国经济的 实际上的困难 包括有六亿人口的收入 是在一千人民币的这种贫穷线 所以这都是事实的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的中国经济 是跟中国政治完全挂钩在一起 你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李强在开会 看到谁在开会 那都是假的 真正的决定事情就一个人 习近平 就习近平 一把抓 通通抓在手上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几个字跑不掉了 所有的事情 不管大事小事 经济当然是他要搞 所以他中国的金融会议 也是他主持 他连人民银行都去了 他通通都是他管 所以你在那边讨论 什么经济问题都没有用 完全就是他老大 一念之间来决定事情 一念之间 他认为就是他一把抓 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最严重的是失业率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失业率 曾经现在停止发表公开数字 对 最后一个数字是多少 二十 二十八个百分点 这个是二十 你要忘记了 四月份的时候 二十八个百分点 后来就停止发表数字 所以不敢发表 那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问题 因为当年轻人没有工作 他会干什么 造反 他的体力旺盛 他会闹事 他闹事会给你搞很多事情出来 所以他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各个 他现在是遍地烽火 遍地烽火 他连房地产这种不可能救东西 他都出手去救了 对 所以他这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因为他国家现在是 已经整个总的财力 总体上来讲的话 是在萎缩当中 对 所以他开了很多会议 包括国际的会议 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征兆 就是说过去很多源外计划 现在没有了 没钱了 没有没钱了 就没有钱了 巧妇然为吴米特 你没钱要当老大 就很难当老大 耍耍嘴皮子 所以中国现在不能当老大了 他还是当老大 相当老大 他是邪恶轴心的老大 他现在是反美的老大 因为在反美这方面 他是老大 没有话讲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世界上两个战争 两个战争的背后 俄乌战争跟中东战争的背后 都是中国在作为主要的主导者 这是事实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对他经济有没有改善 没有 没有改善 因为经济要回到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 换言之后回到什么东西 你还如果用国际民退的话 你的民间企业 你的民间企业继续衰退 你的金融不就民营企业的话 你的整个的力量还会很难支撑 而且最重要的客户是谁 最重要的是美国 美国不断地在杯葛 不断地在制裁你的话 你怎么处理 另外小事一桩 就是在封到一个红海这个事情 你红海这种事情经常搞的话 台商怕都怕死了 吓都吓死了 逃了嘛 我昨天看到凤凰网 讲了一大堆的这个 凤凰网不是网路乱讲 凤凰网直接就讲说 洞要去 叫什么 什么红海现在的员工的加班 不准加班 然后让员工减薪 薪水收入减少 写了一大堆坏消息 凤凰网直接 凤凰网算是一个 它这个正式新闻媒体 写了一堆有的没有的 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立刻就把它传给 这个红海的高层 我这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跟我回四个字 他说胡说八道 就是这种 你了解我意思没有 你这种打击企业 重大企业的这种方法 到处都 你都无所不用其极 你都整个失控乱套的方式 企业怎么办 一条路 跑 我有脚 我可以跑掉 之前我们看到 长石集团 卖了两个建案 两个建案打七折 大家觉得不得了了 长石集团以前的房价 只有涨没有跌 而且它会手扛手扛 去创造房屋的价值 但没有想到 这次一口气 啪的打了七折 而且他在北京养地 养了22年 养了22年这块土地 他居然是打九折 要把它给卖掉 所以看起来 他现在要套现 那讲说只有你吗 没有 李肇基的集团 现在他也卖了他手下 下面的一些房地产 四五折 而且事实上 目前香港的房地产 是叫做空杀空 就是什么 原本李嘉诚的这个常石 已经认为说房地产走空了 用七折去抛售 就没想到李肇基 他们的肇基地产 他们居然也用四五折 去抛售他们的房子 保险所有才说 空杀空 好那空杀空 保险我跟大家讲 李嘉诚 他叫香港的首富 他叫李超人 对不对 李肇基 他的横迹 保险你知道吗 他也曾经当过香港的首富 他也当过首富 所以他们之前 过去香港20年的首富里面 不是李嘉诚 就是李肇基 他们换来换去 一个要李超人 一个要四书 他们两个 香港的首富 四书就是李肇基 他们两个现在 联手在抛售 这个显然 他们两大家族 都在看空 整个香港房地产的 这个状况 而且你说 香港四大家族 这一段时间来 非常凄惨 是 他们在股市 对 他们蒸发的资金 已经高达了1.5兆台币 对 那为什么这时候去 这个抛售呢 他们一定闻到 不一样味道 保险 他们四大家族 香港四大家族 过去我们叫李嘉诚家族 还有李肇基 还有郭德胜 还有郑玉彤的新世界 四个人 叫做香港四大家族 撑起整个香港 所有的经济人的发展 就过去 四年左右的时间 他们的股票市值 争霸了1.5兆台币 所以他们当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嘛 他们都是对市场 非常敏感的人 他们一定闻到 香港不对劲的这个局面 那好 不对劲我原本可以撑 可是既然你李嘉诚 已经开了第一枪之后 李肇基 当然紧接地开第二枪 他把他目前为止 在九龙 弯的一个商办 创好房 用四五则卖掉 所以跟你讲 房子在卖 商办在卖 抱歉 前几天我们在讲 中国不是这样子吗 房子先出问题了 商办也出问题 现在轮到香港的 这个出售草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闻到 这个两大家族 对香港的房子 看空的讯号 这是非比寻常的 所以你最近提到说 在深圳最好的 那个亚伦湾 这个等于说 这个场地里面 这些人的房子 腰斩又腰斩 而这个腰斩又腰斩 竟然已经进到了香港 考虑姐我们在看香港 现在有的打八八则 刚刚讲打七则 打八八则 你不得了了 这个更可怕的是 创好房 创好房 只限三天 你要买的话 只有这个八月十八 到八月二十 要购买竞数 四五则 对简单来说 它是怎么样 初清 当现金的那种概念 那我们刚才讲 这个创好房 你看四五则 震撼大批价 而且限三天 对限三天 好那我们就讲 那这个案子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香港 这是九龙半岛 然后这是香港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尖沙嘴这个地方 尖沙嘴 尖沙嘴就在这边 那尖沙嘴在这边来说 它是在这个九龙湾 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创好房 所以事实上 它的位置还不错 因为它要到这个香港 本岛来说 是还蛮方便 它这个地方的商办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最高价 我们用最高价 最高价它曾经 因为香港是用一英尺来算 好每一尺的价格是1.7万港币 1.7万港币 换算成台湾是7万3千 那是事实上 它这一次卖 这一次卖多少 它这次卖每一尺是5391 我跟你讲 最高是1万7 它现在是5391 所以它这个 最高价跟现在的卖价 差了已经降幅了77% 也就是说 你之前一个英尺平方 它是7万3 现在降到2万2 对 降了很多 那因为这一次它之前的牌价 再往下降 打4 5折 但是如果你跟最高价来比的话 已经快要打了8折 打了这个2折 打2折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告诉你什么 香港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 来说显然相当相当不景气 而且这个穿豪宝刚刚讲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室 你可以做你的这个豪宅 它有多功能使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它内部的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楼梯间 就长这个样子 那里面来说的话你看它有它可以做成这个工作室 它可以非常多的这个做法 可以做成这个类似是这样开放式的 这个就算豪宝 对你看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商办 结果没想到现在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就这个横积来说的话 这个它这个卖这些也没有多少钱啊 可是问题是它为什么要那么快的在这个时候出清呢 所以显见了 既然这个李嘉诚开第一枪之后 我现在能够卖的 我就现在尽快把它卖掉 所以它事实上这两大家族的动作来说的话 当然对香港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讯号 你之前讲过 香港四大家族跟中南海的关系 都非常深厚 当然了我们就讲四大家族 为什么四大家族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显然的对香港的前景 有一点点打上问号 当然李嘉诚来说 或是这个李肇基 他们两个家族 你看他们最近的骨架 这是这个长江实验的这个骨架 这是新鸿基的这个骨架 所以新鸿基就是郭德胜家族 然后还有横积造业的这个骨架 另外新世界是郑玉彤的 你看四大家族不约而统的骨架都在往下跌 往下跌来说 我就讲四大家族来说 如果你四大家族的这个景气是往上 他们的骨架往上 告诉你香港的景气是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家族难过了所有香港的食欲住行 都是他们四个人管的 就他们四个人的财富蒸发 告诉你说 香港股市也从那个三万三千跌到现在一万七 他们当然知道问题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问题是政府也不准你说 你不要给我卖太多楼 他们现在只能够能够能卖的就赶快卖 能卖就赶快卖 因为他们手上楼也很多啊 他们现在卖 你又觉得说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卖 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非常紧张 能够出清就出清 能够卖就卖 而且不是香港四大家族 现在对中国中国梦开始破片 连华尔街的中国梦都逐渐破灭了 没错 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他就说事实上 华尔街的这个中国梦被破灭 我们昨天曾经讲过 在总的美国里面来说 华尔街跟好莱坞是最轻松的 但目前为止来说 华尔街似乎对中国真的是投下来不赞成票 不赞成票 第一个目前为止来说 高盛目前为止 他们IPO的这个数量是相当相当少 他说去年 这个摩根大通 他们在中国的这个证券公司 只有签了两笔IPO 然后摩根斯丹利是一笔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说在中国市场 我过去 迷乎没有业绩了 对 那我过去 保险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这个所谓高盛银行这些 所谓的这个华尔街巨头 曾经因为他们在中国 享受非常多IPO的好处 过去什么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那些案子 他们都赚了一口气 都赚了好几十亿 就没想到现在 都摩根大通只有两笔 然后摩根斯丹利一笔都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 他们现在在中国IPO的商机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个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那所谓债券 外资现在也拼命在卖中国的债券 另外还有贝莱德 贝莱德是很轻忠的 他说我在2021年的时候 我就募了一支所谓的 中国人民币计价的一个资金 就让他找了很多外国人来投资 结果保洁 不投资还好 一投资很惨 当时募到的约莫是在66.8亿 折合美金是9.17亿 结果没想到 他现在跟投资人说 不好意思 我这个基金已经亏了 百分之50了 亏57了 所以你知道 华尔街经过这些 他也知道 他钱进去 实打实进去 现在被蒸发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当然觉得说 中国的股市行情 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不但是在中国 现在赚不到钱 还要把钱给抽走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亏钱的地方 大家其实都不想待 所以现在美国的散户 开始在离开中国市场 那美国的散户 在离开中国市场之后 这些基金就要被动 是就要抛售 所以像最近一段时间 全球基金大概13天之内 抛售了中国蓝筹股 大概110亿美金 蓝筹股 对 蓝筹股就是中国的大型股 那它到底卖哪些大型股呢 第一个包括说像 包括说像什么 再生能源的龙头 这个龙基绿能科技公司 然后包括中国招商银行 中国招商都卖了 他们两家 其实被卖了 这个47亿左右的这个数字 另外还有什么 包括说像 五粮亿也被抛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还有比亚迪的股票 分别被抛售 至少29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你看 抛售的银行也抛售 保险公司也抛售 五粮亿我也抛售 然后包括说像 电动车我也抛售 所以其实它抛售的这个范围是 不限个别产业 是能够卖的 我几乎都不够卖 而且卖的都是中大型的股票 这种有点像什么 它在台湾卖台积电 然后卖什么银行股 这样拼拼卖的这个状况 所以告诉你是 他们真的 不太看好中国的股市 但是不太看好中国的股市 中国现在股民 他们官方要求股民 你给我撑住中国的股市 然后这时候 就有一个官风象就出来了 那就是胡锡进 所以胡锡进最近 你看他这个微博 他都一直说 我在买股票 买股票 结果他买了30万 结果没想到最近亏了9000块 所以他事实上 连胡锡进自己都知道说 中国股市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经济 或是中国的股市方式发展 都变向一个悲观的状况 有个影片 现在在中国大陆 广泛流畅 我看了吓一跳 是一个东北的女孩子 跑到了内蒙古 去参加她闺蜜的婚宴 可是她最在乎的 不是这个婚宴 敢不敢动人 是她有肉吃了 我看了吓一跳 我看了她感动得一直流泪 我以为说她被她闺蜜的婚礼 被那种气氛所感动 就没有想到 她感动的是 内蒙古的席太好吃了 内蒙古的席都是肉 东北没肉吗 是 我都觉得 因为一开始 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哇塞 可能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二十年三十年的个好朋友 看到今天有一个好归宿 你才会这么感动 后来就发现 怎么四目打的 不是 我就把它打开听 后来发现 哎呀 你现在可以 对我们这个新人 讲几句好听的话吗 麦克风拿来 我从东北来 都不然以为要讲什么感人的 就洗衣太好吃了 全是肉 而且我发现这个肉 它就有这颤抖的声音 那种感觉是真的 好像很久很久 没有吃到肉的感觉 东北没肉是吗 可能比较贵 不知道 但是这整件事情 就让人觉得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在大家认为说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东北姑娘 的这个全是肉 的那个心声的 那个吶海的那种感动 才是最真实的 好 那你之前提到的 就是纽约时报 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是 现在中国人对 中国人对中国的经济 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对 他没有信心到 他真的是用那个 天津 转到暗门这样的词 所以现在怪事平传 什么叫怪事平传呢 现在突然发现 天津平安保险的大楼 大失货 等一下 我们看前两天 曾一谈过 天津这个大失货 大失货里面 有平安保险集团 我跟你讲 那个画面一看 后来被人家发现了 他失货 第一开始失货楼层 就是从27楼 27楼你们看到 其实有个看法 就写平安保险 现在其实是从平安保险 这边开始往上烧 然后开始上下烧 上下烧的 然后烧现在 他们现在还在查 其实这个火烧得蛮厉害 因为可能有出动 就有几辆的一个消防车 刚刚司同讲说 现在华尔街 大卖中国的五票 有五粮亿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 平安保险集团 是 而且他们就发现说 现在平安保险集团 踩到一个大雷 踩到什么大雷呢 恒大 为什么说踩到恒大 这个大雷呢 真的 上面写是中国平安银行 对啊 平安银行 后来就被安装 是起火了十年 平安也不平安了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情况 是什么情况 原来平安保险 是恒大的大股东之一 而且也是主要债权人之一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恒大的这个倒闭的这把大火 是不是又烧到 它的一个债权人这个部分 平安倒了 恒大倒了 你很多的债款 你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平安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化 会变得雪上加霜 所以人家就说 这把大火 会不会有可能是 相关的一个赞选人 比如说你的保险 你可能是保险人 有一些给付上 给你扣住 不让你给付赔偿的情况 人家不满心声去放火 都有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到底起火是什么原因 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董事长 刚才讲的 如果现在 连香港四大揣摊 已经不是李嘉诚的 包括李兆基 包括这些其他的 如果都在打跳楼大拍卖 打折太拍卖 那香港不就真的惨了吗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李嘉诚跟李兆基 算不算是地球上 两个最聪明人之一 当然是 那我现在请问你 先有李嘉诚的打折 后有李兆基的跟进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来说为了 李兆基这样卖出来的 总金额多少钱 你看到就大概 1.68亿青台币 他差这个1.68亿吗 不差 当然不差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他有策略 他的策略到底是属于 要属于的套现解套 还是创造市场 就当市场开始坏的时候 先会从银行的法拍屋 先折价 对 然后市场的价格不会跌 是银行法拍屋跌 从银拍金拍先开始法拍 先开始折价 大概折个两折 20到30%左右 对 可是28到30%来不及啊 所以他先给你干掉55% 你看李嘉诚先干掉30% 对 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干嘛 他在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价格出来 因为香港还是自由市场 对 香港自由市场 香港价格北京管不了 他这样一搞以后 以后香港的市场价格就确定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市价 大概就七折六折 就腰斩了 腰斩是什么好 那结果怎么样呢 抢购一空 到处抢 是创造 所以叫market maker 他是创造市者 创造一个市场 那我之前的房价 不都价值都减一半了吗 那另外一回事 他不管你的 因为他是开发商 他来不及了 他来不及了 他知道 他如果跟着你北京一起 这样货货货货货货 那个就是冷水扯鸡毛 扯到那个整个集团都垮掉 我也一口气给你砍下去 反而有一个什么机会 你知道吧 把你们这些人 本来不想买房子的人的 口袋的钱 再逼出来 然后这是香港的效应 但会影响哪里 会中国 中国哪里 深圳 广东深圳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当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在这个广东的大雅湾 是美国人 做工程师 他看到那个天安门事件 发生的时候 一大堆北方的小孩 北方的人要逃到南方 有的要南方找工作 有的要离开中国 都有 结果看到什么事 看到解放军 在福建 在江西 在广东的省界外面 逐起一个防卫圈 阻挡人家进来 因为他不能让广东乱 所以他把广东 不是进广东 炮口 坦克车的炮口 不是对着外面 是对着北边 对 他干什么 不让你进广东 他不让你进广东 所以广东本身叫什么 珠三角经济 珠三角经济是什么经济 你认为说北京能够决定吗 不能吗 不一定 天高皇帝远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原则 就是天高皇帝远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北京管得很严格 什么事都不能做 要拼文 什么一大堆 对不对 酒廊不能开 这个东西 反正色情行业看不到 广东有没有 都有 全世界最大的 赌钱的赌博的色情行业 全部在广东 所以什么 天高皇帝远 就会把很多边界的一些 边缘的一些产业 把它发展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他现在香港这样干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大陆现在要 就这个市场 就一招 什么一招 不准降价 对 对不对 银行不准抽云根 然后老百姓不准拧钱 把你整个控制住了吧 钱拿不到 所以流动性变成的危机 对 变成一个冰块在那边 不会流动 所以我们讲 进入到了流动性的陷阱里了 流动性陷阱之后 你就 因为他控制住 他共产党的中央政府 有权 有力量 所以把陷阱变成一个 暂时冻结的状态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挤队 对 不会有崩盘 都不会 看起来是表面上的瓶颈 可是整个经济开始衰退 那衰退的人 在北方找不到工作去哪里 去南方 去南方 然后就往来一起 往珠三角起 往蚕三角起 还是相对性的好嘛 那相对性的好怎么办呢 那他这些人怎么办 他们这些的主政者 就会去阻挡那些 外面进来的人 他把工作机会 留给本身的 有户籍的人 对 因为他有户口登记制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香港这个效应 我跟你规定我房地产 不能降价嘛 对 我就偷偷 我就干啦 偷偷跟你降 变相降价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不是中共最有名的话吗 习近平空置得住吗 空置不了吗 空置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的香港的房地产 打折的效应 会立刻蔓延到 长三角跟珠三角 这些有钱的地方 因为最后房地产 还是有价格 房地产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地产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所以你看到这些 跟中央有 逆势操作的一些力量 会因为市场要求生存 会自然形成 所以中共会变成 每一个省份 因为经济条件不同 会形成分裂的中国出来 所以这才是 那不就变成以前的 东南自保运动 就是东南自保的概念 但是它现在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北京这种中央政府 它成本最高的 就是北京这种政府 中央政府管太多 它从中央政府管到地方 边陲地带 根本没有人理它 根本它没有 它的成本太高 而且力有未歹 所以这个时候地方本身 会有一些变相的 一些自保作为出来 那这个自保作为 第一个就是跟着钱走 跟谁走 跟香港走 所以香港这样一干的情况之下 我跟你保证 广东在半年之内的房地产 一定会降价 也会跌 一定会跟着跌 不是 它要出售 它要活络经济 因为现在最糟糕的 大陆输卸什么状况 你知道吗 僵住了 就是僵住了 就是Frozen 它整个市场停滞 它是衰退型的 通缩 衰退 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停滞 所以香港四大家族 不来这一套 我先干 我先干以后 我跟你讲 香港人没钱对不对 大陆有钱人跑 香港去买了 大家不跟你客气 所以他们在创造市场 然后引动 这些长三角跟猪三角 还有一些活使 可以开始活起来 所以抢钱大赛开始了 你讲的没有错 北京会倒大煤 地方会各自为政 本来外国人到中国旅游 或者是经商 整个入境的人数 一个季 一个季度 大概是370万 结果没有想在第一季里面 从370万调到 只剩下5万人 而且他们现在就做了统计 少的这些人 它是全面性的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台湾 都那样 几乎全面的 全面的下滑 下滑就代表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第一个 因为整个工艺链锻炼的关系 很多产业链已经离开了 还有就是现在对于中国 整个情况感到不安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我今天进到中国安全吗 我今天进到中国 我可以全身而退吗 有一个重防则讲 在4年之前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 充满开放的地方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是一个有未来的地方 可是现在它对我 竟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而且这个国家让我进去了以后 充满了不安全感 如果中国现在这种不安全感还持续着 所有的外国人都不愿意进到中国 这个对中国来讲 倒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好 在这一段里面 农业专家刘玉宏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玉宏你好 大家好 曾经我们曾经讲过 中国虽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可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全世界它吸引了全世界的观光客 全世界的资金 全世界的技术 全世界的人员进到中国 可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做了一个统计 从外国进到中国的人数 竟然从370万掉到5万人 对没错 中国从过去吸全世界的资金 跟吸全世界的人才到那个地方 现在我们完全没有吸引力 我们现在讲钱 吸不住了 现在钱大概没有人要进去 现在工厂都慢慢的移开 另外一个 我们从旅游人数来看 旅游人数来说 包括有去旅游的 也有去这个从事这个所谓商务的 你看在2019年的时候 第一季 当时有370万个外国人 到中国去旅游 或者是驾工 但是没想到 今年第一季 宝杰你知道 掉到只剩下5万 只剩下5万 也就是剩下原本的0.59% 而且这5万人里面 他们在细分 5万里面大部分都是 来自台湾 香港还有澳门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两个 这几个地方 只有2.5万是来自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 还有其他全世界 其他地方 所以他们那些人 现在都已经把中国 视为是个禁地 或者说绝口不踏上 绝对不会踏上 中国的一个情形 而且我看到这个数字 我吓死了 你知道吗 370万变成5万 我当时讲 我是不是算错了 是不是50万 我算半天 真的只有5万 对 没错 有一个在中国提供 所谓的咨询服务的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 这个人员 他就说 公司非常担心 他们的员工去中国 他们怎么不会担心呢 除非必要 人不会去中国 保险我刚才讲 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在外商工作 包括说像 有在加拿大工作的 这个红利头信 或者说在 很多地方工作的 保险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现在都说 不是只有美国人 不要去 他说你在台湾工作的人 你最好也不要去中国 你只是在加拿大公司 或在美国公司工作的 台湾人 你最好也不要去 他说你可能也会被抓 所以他都警告台湾 人人自为 所以大家都真的不太敢 外企真的都不太敢去 怕会被抓 而且我们知道 以前欧盟对中国 是相对非常友善 现在连欧盟商会的主席都说 我们已经不相信 中国的承诺了 这是Bloomberg的报导 他说什么 欧盟商会就说 外企对中国产生 所谓的承诺疲劳 什么叫承诺疲劳 因为从今年以来 中国从李强 每一个人都说 我们会保护外资 我们会找 问题是大家都是听听而已 当然你都没有具体的作为 他就直接跟他抱怨了 他跟Bloomberg抱怨说什么 我们可以见到政府官员 可以跟他讨论 但是政府官员都 我们讲什么 他根本都没在听 所以他只会讲他自己 讲他自己 想要让外界听的 但是事实上 他们都不会 好好沟通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讲的 中国已经重新 开放它的边境 开放边境之后 到中国的国际旅客 寥寥无几 不但寥寥无几 他说过去 美国跟欧洲 都有所谓的精品团 而且这个精品团过去 你只要一开放名额 马上就爆满 所以说他说 今年这些精品团 一个团都没有开成 对 没错 上华尔街日报 都讲得非常清楚 中国最新的问题 是外国人不愿意来 他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知道 因为阿凡达之后 这个中国的张家界就爆红 所以很多外国人 都要去那个地方 就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的海外游客 到今年为止 只有2.56万人 那你看2019年的时候 前五个月是50万人 要到这个地方 是海外的人数 现在只降到 只有从50万 降到2.5万人 这个这样的状况 大减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在美国的宾州 有一家精品旅行社 精品旅行社 它都是高单价 他们过去都有 1500名的游客 一年会到中国去 结果这个老板 就跟大家抱怨 说今年没有接到过 任何一个事情 一个都没有 是挂蛋的一个状况 那所有人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 他还采访非常多人 譬如说这个叫Matt Kelly 他就说 我记得过去 去中国非常好玩 但是现在不敢去 他说现在是一个 非常反西方 特别是反美的国家 这会让我很不安 所以那还有访问 这个从这个中国 搬离开来的 他在小区 他在上海的小区 他说上海小区的 所有十个外籍家庭中 有八个离开 那他自己本身也离开 他离开回到这个保加利 所以告诉你 不是外国人不去 这连外国人 都来逃离中国的一个情形 而且这两个人 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Matt Kelly 他非常喜欢中国 他在中国干嘛 起屌 他到处去旅行 他说我到处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中国 非常安全 可是现在 这已经不是我熟悉的中国了 我还敢回去吗 我不敢回去 因为这个地方 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那这个地方 这个人感觉 他说 以前中国是让你感觉到 它是一个 开放又有活力的地方 但中国现在 已经变得遥远 而我陌生了 对 没错 所以在外国人 目前为止 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事实上 我有很多朋友 从中国回来的 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感觉 他们认为现在的氛围 跟以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种树煞气氛 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他是钱走了 对 技术走了 是 人走了 走了以后 更可怕的是 也不来了 好 其实我跟你讲 过去我们曾经说过 华尔街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对不对 现在华尔街是变成了 中美两国都要对付他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贝莱德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 还有MSCI 被美国国会调查 美国国会要调查 为什么要调查他们 因为他们过去 你们过去 跟中国非常好 你们过去 一直在鼓吹什么 大家投资中国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国会要调查这两家公司 你们是不是 扮演说 把很多美国人的退休金 弄到这个一些中企 你们在搞什么 所以他们两家公司 现在已经 你看贝莱德有五档基金 有大概投资 大概4.2亿美金 那贝莱德全世界最大 但现在他们要 要查这个 MSCI也要查这个 美国就说 你们是不是收了很多 这个中国的钱 你们一直在鼓吹 这样的状况 好 那这是美国要查他们的 结果呢 现在中国也要查 MSCI 也要查摩根斯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他们在中国 发表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现在 看空中国的股市 这个王颖 还有陈秋军 他们就把A股 从这个加码降到持有 结果没想到 建议投资人获利了结 结果没想到 获利了结 中国居然去查他们 中国官方 上海的这个证监单位 马上就去 他们的相关的 就说 我们要查你们什么 反洗钱 还有你们管理 还有你们这些相关的 马上就他们现场去查 所以我才说 华尔街现在是两面不适人 美国要查他们 中国要查他们 所以变得是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也就是华尔街以前 一直看好中国 一直把美国钱 都要中国去投资 美国国会说我要查你 查了以后 我就开始如实的报道 你是从加码变成持有 结果你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了以后 中国要对付你 所以变成两面不适人 一个状态 非常夸张一个情形 除了这个之外 连布林肯都说 你看布林肯说 目前为止 我们有三名 这个所谓美国的公民 被拘留 一个是李凯 林大卫 还有史威等等的 他说这三个 我们目前都要跟他们讨论 但问题是他们都 没有跟我们讨论了 所以他才说 建议大家不要去 这个中国的原因 就是还有很多人 被不当的这个拘禁 而且特别提到 林大卫他是个牧师 他是个牧师 到那个地方 居然也被拘禁起来 那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像李孟居不是也是这样吗 他说我只是在饭店里面 拍了几张照片 我也被在中国 待了四年的时间 还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消息 是什么 保洁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 中国前几年 不是在查这个虚拟货币吗 那虚拟货币 有一个叫CoinX的这个 XP的这个联合创办人 叫梁亮 结果他被抓 他被抓之后 只有保洁 你知道为什么要抓他吗 因为警方要私吞他的钱 私吞他的钱 对 那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因为他有他弟弟 他弟弟就说 我们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这个20枚 这个所谓比特币 那我们20枚比特币的时候 当时就警方说他要扣留 那扣留的话 照理说你要还给我们 结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扣留 比特币呢 他说这个价值 大概是2000万台币左右 你说这个20枚比特币 就这样不见了 不见了 那他说怀疑被警方私吞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样子 他的这个律师 辩护律师在门口 结果没想到 他在门口辩论没多久之后 警方就来把他带走 所以就说 你敢替梁亮这个辩护 我把你抓走 另外一个是什么 还有人在那边看这个 想要去看这个梁亮 这个审议的这个过程 结果没想到也被抓走 被拘禁了10天 所以就说 你敢去听梁亮的 或是你敢追他的钱 我现在警方就居然就逮捕你 司法居然就对付你 所以就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所以中国这样抓人 不管你是外国人 本国人都抓 外国人可能是 违反一些规定 本国人是 我想要尸吞你的财产 我就这样搞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整个 为什么大家都到中国 都会非常惊恐 原因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而且因为 现在刚刚讲 现在外国人想跑 想跑里面 我在那边有资产 之前我们讲 上海为什么房价点那么惨 因为很多外国人想跑 跑了以后他说 现在香港是对半者 腰斩去卖掉 我急着卖 我不在腰斩卖 他为什么 他说导播我看 关键在哪 他说半年前有土豪 半价抛售 半价抛售之后 干嘛讲 有一个重点 我要海外付款 也就是这些外国人 急着把钱 带离中国 没错 为什么海外付款 因为中国要有外汇管制 你要出去非常难 他说土豪半价卖了 然后一年前的这个八折六折 然后最后五折成交 所以真的是腰斩 那为什么腰斩 因为这些所谓上海的天花板 通常都是一些外国人的豪宅 特别是在连洋新区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 他说2022年25%的这个外籍家 开始跑了 他说中国的求售刚刚拿到20万户 就这个地方 对 他说什么 他说居住在上海的25% 大概已经离开了 然后在这个意大利 还有这个法国公民 大概减少20% 所以就说大家 很多外国人都跑了 你说德国人跑了 法国人跑了 意大利人也跑了 所以现在上海 这些所谓的比较有钱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挂牌数量都大幅增加 以前挂牌率根本都是0或是1 现在已经飙升到6% 7%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一个叫世贸 滨江花园 因为我们到之前 这个以前是外国人 刘家林买的 他有抛售 抛售之后 结果大家都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没想到现在整个挂牌率 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 这种地方都是外国人住的 对 没错 所以你要讲到 有1%的德国人 大概有20%的 这个法国跟意大利人跑了 跑了以后就卖房子 对 整个房价就垮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地方的房地产的话 你只要天花板往下降的话 整个完全都会往下降 那不是只有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在这样 就连香港也是一样 长石集团 他们最近有一个案子 他们叫做青海池二 这个项目 就没想到这个项目推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过去李嘉诚都是 价格会开得比较高 就没想到 他居然开了两房的小套房 比现在的房价 便宜300万台币 李嘉诚降价卖 所以你要说 你要怎么回事 难道你是按时目前的 香港的这个房地产 你也不看好吗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从中国到香港 都弥漫了一股所谓经济 可能会下滑的这个压力 好 董事长 你现在就成议员 全世界最主要的主节奏 一定是中美的一个大对抗 而中美的大对抗里面 美国不是说 我只是下降你 美国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跟你红色产业链 红色供应链 跟美国供应链 我会把你切开 切开了以后 我会把你人逼出来 钱逼出来 技术逼出来 很多的产能 我会把你逼出来 就现在都已经成真了 而且成真的过程里面 更可怕的是 刚刚讲 现在国外旅游进到中国 人数居然从370万 变成只有5万人了 旅游观光业 本来就是中国一个 非常大的产业 它的服务业 这方面非常强大 你看到中间 你看到没有 从这个2019年 第一期370万人 其中一半是哪里来的 一半是台湾人 一半是台湾人 台湾人喜欢去中国 现在我跟你保证 下半年再开放 就是台湾人去 台湾人是喜欢跑去 因为讲话方便嘛 东西便宜 但是东西现在不见得便宜了 所以我就认为 总体而言 发生什么事情 两个大事情 改变了今天的世界 一个就是恶物战争 一个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让全世界 发现一件事情 不能够 产业链一定要离开中国 有很多普通的产品 就简单的一个 口罩 口罩 你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死了 你就多死几百万人 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三年下来的结果 就刚好进入习近平的第三届任期 第三届任期的紧张的政治氛围 加上新冠肺炎的恐怖 就变成了综合起来一种新型的统治方式 什么统治方式 就是粗暴 然后对待人 没有人性 对 然后轻视人权 然后这个轻视人权 粗暴的对象 因为他是用卫生啊 用环境 用病毒的管理 那就不分内外 不分人了 不分黑白 不分内外 不分族群 全部一体适用 对 你昏倒了 老外在那边搞 搞几年出不来 搞几个月出不来 大有人在 结果搞得根本昏不下去了 这把老外吓死了 老外吓坏了 不跟你讲道理嘛 哪里有讲道理 他一下开放 一下不开放 一下封小区 他在大白一下搞你 他搞中国人 中国人逆来顺受 对不对 那外国人怎么办 你想跟他翻脸 抱歉 你也变韭菜 所以外国人吓坏了 俄乌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了中国跟俄国 这两个政权 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对 那这个 那老美在开始干你的嘛 老美干你 第一个 他不是 他怎么干你 你不知道 但他宣传就先告诉你 中国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 对 批里扒拉一大堆 在那边跟你搞 每天都看着不利的宣传 然后产业退出嘛 观光客是主要的一个来源 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商业客嘛 商业客你就整个都退出中国嘛 所以现在像布莱德雷 这种公司 他们还是 布莱德 黑石 他利用这个时间点 他想要围基入市嘛 所以美国参议员就干他 怎么这时候你跑去干嘛 当然是有利可图 对 当然他们在里面有很好的关系嘛 因为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又有一个新的 所谓的寻租的机会开始 所以会有冒险家进去 对不对 但总体而言的话 中国这个量体太大了 所以他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确实很多事情发生 你刚才美国人三个人对不对 三个人我一看 第一个是有一个牧师嘛 你可以在中国传教吗 本来就不可以啊 他要抓就不抓你而已啊 他要抓你就不可以 不抓你就知道就可以 但基本上是可以抓你 对 哪里有问题 他抓你的理由 你认为中国共产党那么笨吗 他抓一个老美手上干嘛 他当然有条件了嘛 这个要一定有问题啊 最近不是发生过 我们台湾的学者 对 跑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被在海关被扣起来约谈 对 到那个征讯室一谈 谈三个半小时 对 跑回来台湾之后 这学者去哪里 你知道 听说跑到韩国去了 去度假 因为记者要追他 台湾的记者跟鲨鱼一样 问他 你被老美 被老共搞了三个半小时 你问了什么东西 对 国安局也要问他 所以我们如果 他跑去韩国了 跑到韩国躲起来 现在不在台湾 不在台湾 可是那个学者不是 对中国很友善吗 他是对中国要求 他去参加 他所谓的两岸的这些 学术型会议的 对 他是被中国大陆的 相关国家机构 邀请这位学者 我不讲谁 我好朋友 对 就请他去上海开会 你邀请我去开会 然后你跑来海关搞我 那扣三个半小时 约谈 都是征讯室里面谈话嘛 对不对 我们台湾也有啊 台湾 不是 而且可怕的是 他是进去三个半小时 初进又三个半小时 出来当进去 你为什么来啊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问你跟谁碰面啊 通通都盘查你一遍 你们邀请我来的啊 他管你的 又不是他 又不是他国安单位 他约谈的人没有邀请你啊 我的海关的人是 我在那个边防的 那个相关的刑制单位 又不是他邀请的 谁邀请管我屁事 我就刁难你嘛 对不对 跟你搞那你恐怖兮兮的 那不就真的人人自伪了吗 本来就人人自伪 你为什么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 这个台湾图的 李孟居 屏东 屏东人这个叫李孟居 没听过这个人嘛 他说他是屏东出来的 他跑去深圳拍照干嘛 他说刚好他的酒店里面 也可以从窗户拍到 那你为什么住那个酒店 可以窗户拍到的啊 你这种拍到照片 为什么被抓到呢 这干什么 这被社局绑住的嘛 社局 当然是啊 他现在在哪里 在日本 他又跑掉了 不是 所以这个每一个事 我跟你讲 中国 你要知道 中国国家安全单位 他的国安单位 也是世界有名的 他可以到海外去千里狙击 所以他们的内部的 这个情 的抓 逮捕 狙击 等等 包括征讯 整个 包括情织的收集 他不是白做工的 他弄李孟军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孟军回来的时候不敢讲 对 为什么不敢抗议 然后他接受BBC的访问啦 不知道 说我太天真啦 他 那什么事情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啊 所以很多事情 老共不是笨蛋 老共他是坏蛋 但他不是笨蛋 所以他搞你的时候 是有道理的 你要不要忘记 最近日本多少人在里面被抓 好几个 好几十个 都在东北那部分 在东北被抓 为什么 为什么在东北被抓 为什么 但是东北 北朝鲜 那是朝鲜半岛的军情啊 你以为日本人发行 跑东北去被抓 你看到日本 日本也抗议啊 抗议有没有用 没有 当然没用 那个人有没有问题 日本人的商社 全世界各地布局 最喜欢干什么事情 收集情报 我听到李孟军讲说 我关到监狱里面 我还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我关到监狱里面 还可以聊天 跟那个日本人被抓起来说 把我关到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 完全没有窗户 然后呢 我的旁边就是有一到三个人 我眼睛睁开 他们在旁边 我去上厕所 他们在旁边 然后呢 他随时都在我旁边 随时有三个人盯着我 然后都不跟我讲话 这个还小事 我听过一个在厦门 我们一个朋友在大陆被关过的人 回来跟我讲 那里面的监狱管理好得不得了 我跟你讲 他里面一点的 没有人在什么打架 闹事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三个 这个 这个 讲的阿拉伯文的 讲阿拉伯语的 这个中东 阿拉伯人关进来了 关进来之后 他关进里面 他叫第一件什么事情 他有一个监狱守折 用中文的 你要把它背起来 你不会背的话 不准吃饭 我告诉你 那个阿拉伯人一天就会背 老港上口 乖得很 中文 不然没有饭吃 很简单 全部中文背好 背得比中国人 比中国人背得还要好 我跟你讲 他的方法 这个国家 简单粗暴 恐怖之奇 好 事实 另外就是 中国现在解放区 出现了一些怪事情 事实上不是讲吗 他有一个天才科学家 冯洋鹤 居然是半夜凌晨的时候 搭着滴滴打车 然后他被两辆车夹击 死亡 死亡了以后 刚刚讲到 另外 后来 秦刚就不见了 秦刚不见了 火箭军的副司令 刚刚讲的吴国华 说是被自杀 被自杀之后 这有一个战略支援部的 司令上将 拒前身 也失踪了 战略部支援部的 副司令上红 也不见了 最近中国人 包括说军系体系里面 外交体系 真的是非常多动荡 你看 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冯洋鹤 现在有人就说 他其实是被暗杀的 那包括说像吴国华 他被轻生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因为 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 中国国防部在北京 举行所谓建军96年的招待会 好不好姐 既然是国防部 这个召开的建军节 你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要出来 尤其是大头 你一定要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看说 到底谁没出来 谁准备要出事的 就不然还真的有人没有出来 就是资源战略部的 这个司令员上将 巨先生 他就没有出现 战略支援部 他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他是怎么样吗 所以人家现在就说 因为他跟这个包署 像吴国华 他们都有关系 所以他们说 他跟吴国华有关系 那他是不是准备要被调查 否则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 你照理说你应该出来 而且这个火箭军 不是火箭军本身 已经从火箭军本身 扩散出 对 因为这个战略支援部来说 就有部分人要支援 这个火箭军的这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为什么人家说 他可能很危险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支援战略部队的 这个副司令已经被抓了 他其实在这二十大当选 这个去年二十大当选中央 这个他们的代表 就没想到被取消代表 然后后来又被去职 然后所以就有人说 他已经被抓 那你看副司令被抓 结果你现在司令员 在这个几个的 你又不见 所以人家就说 是不是这个整个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现在也可能要面临到 习近平的新一波清洗的状况 我们曾经讲过 中国是枪杆子出政权 中国任何领导人上来以后 一定要指导老长 牢牢掌握枪杆子 可以说枪杆子 现在的问题这么多 对啊 照理说习近平已经在位十年多 照理说枪杆子 应该被牢牢掌握嘛 就变成这几天 这个解放军的军报 又来个社论 你看党队军队的绝对指挥 是人民军队建军的这个资本 然后强军之魂 然后他又讲了非常多 然后讲了就是说 我们是我军是拿枪杆子 执行党的这个义务 这样的状况 他说坚定不一定要听从党中央 还有党中央的军委 军委会主席习近平的指挥 所以他干嘛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重新强调 要坚定的这个 听所谓党中央 还有军委会主席 还有习近平的指挥呢 你看我们都说嘛 中国是缺什么就讲什么 难道是真的 很多军人是不听你的指挥的 这个状况吗 而且他讲说 对党忠诚 必须是唯一的彻底的 无条件的不猜 任何杂志 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 所以你知道说 在绝对啊 绝对是绝对这两个字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 难道军队目前出了一些 什么状况吗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值得观察 另外一个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了 很多外国人不敢去 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 为什么日本人会被调查 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个 就是反间谍法出来了嘛 那反间谍法出来了 就是你跟中国很多 你打听消息 你就是仪式 就是间谍嘛 所以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反间谍法 已经要推出 那推出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他们开始了 这个很多网路上 都已经开始这样 国家安全部 就是说国家安全为了你依靠你 然后就开始有一连串的 这个所谓这个媒体的行销 就说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做 这个国家的这个反间谍法 怎样 反间谍法需要这个 全社会动员 这样一个状况 那所以你看很多文圈就开始展开了 那因为人家讲 你不就会回到文革时间 没错 彼此举报 对 儿子举报爸爸 妈妈举报儿子 对 事实上中国历史斗争都是这样嘛 那结果人家想到说 那好像文革又再现 那很多人就觉得不解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你其实本身 你也是因为被举报之痛苦 结果没想到 你现在还要搞这一套 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呢 他在这个 他九岁的时候就被打倒 被打倒之后习近平就已经变成 是这个黑五类的这个分子 就后来 13岁就爆发文革 爆发文革的时候 你知道他当时就说了 几句反文革的话 结果被打成走资派 有人就告状 他就被打成走资派 保险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当时中央党校 中国的中央党校 还举办了一个批斗走资派 其中有一个就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要怎么做呢 他要戴上那种特制的铁帽子 他们那铁帽子 铁帽子 做盖上去 他扶着才能这样 就知道他妈妈当时就在下面 还要被迫要批斗他自己的儿子 批斗他自己的儿子不说 后来习近平就到这个陕西去 那有一次他就觉得肚子很饿 想妈妈就回到家里面来 结果他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这个 他妈妈叫齐欣嘛 就看到他妈妈 看到他妈妈 他妈妈看到他 说你回来干什么 他说妈妈我肚子很饿 我想要吃东西 你给我拿一点东西来吃 结果他妈妈非但没有拿东西给他吃 他妈妈马上去取报他 而且他知道他妈妈取报他 他就赶快跑走 赶快跑 跑走的时候他就说 他在这个雨夜 那天刚好下了大雨 然后他回头看着他的这个姐姐 跟他的妹妹 跟他的弟弟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的心酸 但是他也知道 他如果不跑 如果他妈妈隐匿的话 他妈妈恐怕也会被关 所以他曾经经历过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又会让这个 这个所谓文革又再现 这是很多人 不能够理解的这个事情 而且刚才不讲嘛 现在的解放军 感觉上怎么一个一个的神秘死亡 感觉上一个一个一个 而且火箭又完全被整顿 这时候大家就看到另外一个状况 这一次不是整个 华北 东北灾情非常严重吗 以前只要发生这种状态 都是有解放军 结果这一次 你看不到解放军 其实我们要对比 保险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讲过1998年 当时不是长江大水吗 大水那时候解放军是这样 解放军来之后 他还跳到这个核体里面 去挡住 所以他每一次 中国出事的解放军会出来 可是这一次呢 这次卓州 没有任何人 真的没看到人 没有看到人 就有人说你指挥不动 那是不是真的指挥不动 我们讲个例子 温家宝在2008年 就汶川地震 他就去了前线 去了前线 结果没想到 大家 他就说 他要指挥那些所谓散兵 指挥那些军队 指挥不动 就他后来气了什么 我就一句话 是人民在养你们 你们自己看着办 所以他们就这样讲 就他因为这件事之后 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 军方就跟温家宝 两方就对抗 就温家宝看不 这个没办法指挥军方 军方也不爽 这个温家宝 所以那是这样 中国的解放军 就是听中央军委了 温家宝就是总理 你再怎么打 你也指挥不了枪杆子 这枪杆子目前是 按照这个中国的说法 就是说可能要集中在 习近平 党中央 还有中央军委 还有习近平主席 由他们来指挥 好 题外 谢谢大家伟 中国现在的解放军 中国的军方 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是 你的天才科学家 居然在半夜坐滴滴打车 居然被两台车夹到而死 然后你看到 秦刚开始整数 秦刚整数就是火箭军整数 火箭军整数之后 现在这应该是 后勤志愿部 物资志愿部 一个一个消失无中 然后在这一次的 整个救灾的过程里面 居然看不到解放军的终意 看不到解放军的终意 就算了 军报居然评论 党队军队是绝对领导人 是人民军队建军的 本跟强军之魂 甚至要求什么 这个就要非常重要 对党绝对忠诚的要害 在绝对两次 要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 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上 对 那就代表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一波的解放军被整数 就是对党不忠诚嘛 什么叫对党不忠诚 就是间谍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背叛的问题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一波的整数 绝对不是所谓的 贪污腐败的问题 贪污腐败只是个借口 但是你看到这个迹象 比如从解放军 从这个所谓的火箭军 到了战略支援部队 你知道战略支援部队搞什么吗 是搞网军的 是搞网军的 搞网军都被这个 因为战略支援部队后来 整病之后 专门是对美国在网军攻击的 网路攻击的 那美国来讲也曾经查到了 上海有战略支援部队的一个总部 那很多地方其实也被美国 这个棋底 那为什么这些资料 美国手上都会有呢 火箭军的资料 为什么美国手上也有呢 那还有相关的陆海空军 美国手上也都有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解放军有太多太多的泄密案 泄到美国去了 那所以这一批的整数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那么单纯的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对习近平效忠 你没有对党效忠 所以今天为什么一连串的 不断的在发这个东西 你看到以往来讲的话 如果像郭伯雄 徐才厚 这个过往来讲 可能是他针对江派的人马 但是后来用所谓的贪毒案 或是用所谓的贪毒案 来整数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过一段时间调查 调查完之后 他们自己受不了 可能是因病被自杀 或者是自己本身上吊怎么样之类 但是那时候还有过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波来讲的话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一波来讲的话 感觉到说 马上人就消失不见 消失不见 完全没有 因为基本上你一个 好好的中将 少将 连调查都没调查 你当然没调查 然后不见了 你不知道是不是 关到秦城监狱去了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还是被消失了 所以人都已经不见了 而且没办法对外发生 你看到连秦刚到现在 也都不见人影 对耶 照道理讲 他的国务委员没被拔掉 他中央委员也还没被拔掉 但是人呢 至少要亮个像吧 至少说 他奇怪的是 他在外交部历任部长的 这个名字没有了 对 这个名字没有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当时人大常委会 解除掉他外交部长的职位之后 他其他的职位还留着 但是至少留着说 那你人应该对他报个平安吧 对整个国际社会做个交代吧 毕竟来讲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前外交部长嘛 那你其他的将领呢 中将呢 少将呢 你要公开审判嘛 那你这些人都到来去了 要嘛被自杀 要嘛就是怎么样 就是人都消失在这个人间当中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我是感觉到说 对内部来讲的话 他们有一股速杀之气 而且是个整肃之气 而且你看到 像火箭军他就派海军去整肃 而这个海军呢 他根本就没有曾经带过真正的部队 而这个是个专门在干嘛的 专门在做政治征防的 所以这一波 搞一个做政治征防呢 去带火箭军 对 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搞清楚大家做效忠 对 效忠完之后 再去搞说这个军队的 这个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整舰 所以你说火箭军 他的什么技术多烂了 怎么样之类的 那是其次的 重点是你要对习近平忠诚 如果你背后私底下 还有跟美国眉来眼去的这些 基本上都在整数 但你要想一件事情 如果当你军队在开始做 跟其他军队做 所谓的交流之间的一个断点的话 那就代表说 中美之间是不是有可能 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因为这些巨市交流 整个热线全部中断之后 那美国能不能再借一步 拿到解放军的东西 或者是美国能不能去 整个打进拉出 解放军里面的系统 那就变成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习近平要做的事情 先整数自己解放军的终成度 那么多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